你若要忘记,请开始来附 你若要忘记,请你对现在开始,乖根来附不记文字 不管是用什么类的文字下 一个文字,若是买得选顺,发展,各流团 基本条件是,就要有素面文献 以色列给人买国两千多年 一久数百建国后,大家就认真把乌计求回来 尽快在1962年,就得到诺贝尔文学传 条件的作品都是用他们自己的乌计 那就是乌计和乌计下 可以这样是因为以色列随望给人买国 但是,他们的乌计不让人消卖去 犹太人从很早就开始生特众的作品 有粘质很少素面文献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在公园711到131年的中间 是犹太人的乌计年代 那时,他们有充足很大量的文献 包含技研、事物学、第二学、医学、所学、文学、角、贴学 丁丁丁的作品 我们台南的西拉雅族 在乌计年代的乌计 经纪的资料 就是当初和我们人照西拉雅的乌计 用热马尼西的马台乎音 这就是书民文献 对议员保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和意义 我们人的乌计开始 都是在说 每天生化很简单的事情 吃饭、做食、烤风、热乎 这样若听 这种技研的文化性无关 若是买书 就不可能感到什么这种事情 我们听到的当初买书 做生理 方态 出国 理性 忠告 输送 甚至生死 医学 科学 贴学 定 很複雅的技体 这样 文化技研就出事了 不久 台湾人没正式 认识过自己的乌计 都是听白乌 说主人得到的 这样不但没精逼 也没表达 没表达 说拜说 咱 如果要乌计 现在已经开始认识 认识 认识 这些主人就有文学 文献 这样 后来 我们的乌孙 如果要回学 没意 才有可能 请求医学 和时代亚 这样 请求医学 呃 识 elevated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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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